如果跟Jungo很熟的人 你應該可以自己探索問題 如果跟Jungo不太熟的話 如果你還是有興趣的話 聽完講完之後想回去自己試一試 我講完之後 我就會講這個超簡單 可以回後來問我 怎麼樣C大門Jungo的環境 那開始之前就是那個TP遲到了 那如果你想要學Jungo的話 我們就問TP TP寫了一個totorial 然後還有討論區 不是他用那個gitter 他用一個免費討論區 可以問他Jungo的totorial的問題 那因為就是有人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問過一次 問到這個意思 就是用過boostrap的人可以舉個手 用過boostrap 好 謝謝 那我講一下 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要有boostrap 因為其實 你真的還蠻難 就是你要在短時間之內 做出一個像樣的網站 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而且我們都知道 其實每一個不同的browser 就是一個不同的run time 所以每一個browser 都會有一點點的bug 所以他可能對於解釋CSS 可能都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儘管你可能讀了一些書 你知道整個人寫出好的CSS 但發現到 一直要有一點點不好 所以有一點issue沒注意到 你就沒有辦法 把一個browser的顯示的部分 都掌握好了 而且像有時候要拍板啊 拍東西啊 有時候如果你剛學了CSS 你可能覺得怎麼拍都看不好 那總之 boostrap會幫助你這些事情 而且boostrap內涵很多的component 你已經做好漂漂亮亮的按鈕 或是有一點 比較大一點的元件 比較有用的元件 然後他都有提供 就可以直接用你 那他其實 而且他的那個 他算的東西很多 所以你要 你可能要全部都用鍋 全部很熟 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點太多了 而且他偶爾還會 隨著改版 會偷加一點新東西 然後他的文件之前不太好 那最近也比較不錯 所以他就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所以其他還蠻算好學 多 但是他每個東西都不算太難 你就給一點一滴的學 那如果你 用boostrap做了幾個網站之後 應該都會還蠻習慣他 但是因為他不算難學 所以如果你不會客製化的話 那你做出來的網站 你就會跟別人一模一樣 很難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 蠻多網站其實都有用boostrap 他們會讓你看不出來 會覺得 你很難留一些線索 我發現他是boostrap 那 所以今天 就是有一個 會告訴大家一些簡單的提供說 欸 你怎麼樣可以用不太簡單的方式去客製化他 那 先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 就是很不喜歡 或不可以開到環境 其實 不是我的網站 它就有 它就有一頁 叫做Customization 你就是可以決定說 我的按鈕有什麼顏色啊 我上面的電bar有什麼顏色 就輸入這些變數 就在這個超大表單上面做這件事情 它就會給你一份客製化的補存 所以其實 其實這樣也可以 那只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你要打 然後download 就實在是 就是會很花時間 但我覺得我認識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有些朋友 他就不會寫Code 他就不會寫Code的人 他應該不是有用很開心 但是他發現他要改一些什麼 內發的顏色啊 他就自己上來調 然後就download一下 他就很開心 覺得 他覺得顏色換掉之後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都是programmer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弄這些東西 那bootschip 它是用 它 因為它有變數 CSS是沒有變數的 所以 你用bootschip的話 大概有變數這個機制 也就是說 它 它是用現在的就是大家來寫CSS 一定會用的那個 額外的語言 來把這個額外的語言 這compile成CSS 那bootschip它是用less寫的 那less跟SARS在考那個壞 那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那 bootschip它支援兩種 交通語言 一個叫SARS 一個叫less 那 那 那今天我們選擇SARS 來做這件事情 那 在MBA上就連結clone下來 然後能夠成功的落去起來的話 那你就已經得到就是 SARS這個恐懼 那我上次的聚會有提到就是 嗯 現在SARS這個語言 它的作者 覺得 之前他用Ruby寫SARS實在是太慢了 所以 他用SD 他就跟別人合作 他用SD寫的一個版本 就做leaveSARS 那因為是用SD寫的 那所以跟其他語言 就可以無縫的結果 所以 你就可以用python來compileSARS 那我用 我準備的範例 我就是用 django.sars 那就是在那個 django它 會在 收到頁面的request的時候 很自動發出 fineSARS compile成CSN 好 講很多廢話 然後就直接開始 動手做一次 好 那如果有人就是有成功的 lunch起來 我給個Sample 就會 首頁就會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那 我等一下計畫把這樣子的東西 變成 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差很多啦 好 那 第一件事情 要改 那我要改的東西 是 按鈕 如果以前用pon4DSS的人 就會知道說 在好久好久 太古時代 你要在一個 你要做出一個圓角框 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 現在 做一個角框 就已經不難 然後呢 多光死 Uber做的按鈕 是一個方框的 很有現代感 所以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把 按鈕 從圓角框 變成方框 然後 而且 它的邊緣 它的邊緣 要變成黑色 這是我現在的目的 好 因為現在 目前的 Woochip預設的按鈕 是一個 圓圓的 很圓潤的 然後 邊框是 別的顏色 好 那 在那個 Source Code裡面 大家今天要碰的 只有 大家要碰的 只有一個檔案 叫做 Variable.scss 那 路徑我有寫在 記憶上面 今天只要改這個東西 就好 什麼東西都 不用動 然後 這裡面 都是已經 comment 掉的一些變數 因為comment就是 它就是給你一個提示 你今天想要改什麼東西 你就把這個東西 comment 然後 變數的數值 再換掉 那 驗明的就會有所改變了 不過 變數名稱當然大家要看一下 大部分都是好看 懂的 你可以直接反映說 這個變數名稱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 那我剛剛說我要改的是Button 那我要改什麼呢 那 這個時候其實這個變數檔 它其實很前半部 都 都算是有一些 它的注釋寫得不錯 它最開頭最開頭 就在灌 今天你這個Photrait 它基本的顏色有哪一些 它就會幫顏色做分類 那 所以前面是Colors 然後 就好像還蠻普通的 然後 那這邊 它有一個區塊 就是只要所有跟Button 有關係的東西 它會有一個區段 叫Button 10 好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把Button的顏色換掉 那第一個先換顏色 那要從它點腳框 因為我覺得直接找到的Button 其實你看的變數 就會有點感覺 比如說它有一個變數 像從上 這Button的變數 應該都超過20 第一個你就會看到它 你希望它的風味 就是它是豬體還是鞋子 那再接下來 有一個Button 余色的顏色 余色的background 余色的boulder 我們就把它 它的註結是兩條線線 就把這三個變數 大概是153行之間 把它uncomment 然後 這些colors 就是字的顏色 把它換成黑色 背光把它換成白色 然後boulder也換成黑色 很大 然後再切到 浪群 這頁 邊框就變了 對 謝謝TPO 通常的挖了一下 哇 太棒了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講過這個 框框如果是圓潤的 就比較沒有什麼現代感 那邊框要改成 沒有框框 那大概在111行附近 那不適合它 有自己管理 其實它所有的原件的 框框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它預期所有 原件的框框 的那個 半徑都是四平手 那比較大的就是六平手 那比較 總之 我們都把它調成0 我們看它後面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111行附近 把所有跟radius相關的東西 統統都改成0 就是這件事已經過了這個之後 整個BOOTRAP 它所有的原件的 拳腳毛 就通通都會消失 那再把它切回來 餘肉 然後 就它 所有東西都變棒了 哇 謝謝 為什麼比較大的數字比較小 蛤 你為什麼大的數字是小的 這不是我寫的 我不知道 他有它的目的嘛 對啊 總之 對 所以我們就 第一步 我們就是這樣自己做的按鈕 跟Uber本來的按鈕 好像有一點像這樣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 做的事情 就是 Uber它就這樣 一塊一塊東西這樣上中下 那 它就是 就是一塊可以展示資訊的地方 那在這邊 那這是我們做的 我用的東西 就是 BOOTRAP的PANEL 那PANEL是什麼 就是在看BOOTRAP的 原件就會知道 它的PANEL就是希望 就是這種 有Header 有Body 有Footer 這種這樣子一塊的東西 那 它預設有些自己的顏色 那 但是因為Uber 它 它選擇這種的顏色 就是 它沒有變框也沒有背景 那Uber就是這樣 白白的這樣 有點堅決 很酷炫這樣 那反而這樣 BOOTRAP這樣就除我了這樣 那所以我們要把 BOOTRAP提供的PANEL 變棒 那 超 707 附近 好遠好遠 欸 707 附近 就有PANEL相關的東西 我也會知道 我也會 沒有啦 就是那個 就是每個人 可以用自己的Editor 就是到700地下 或是搜尋PANEL相關的東西 那PANEL這附近 其實有它的變數名稱 那其實也 就是你用心看一下下 你大概也可以猜出來 發現它有調整什麼東西 那 所以我知道 那我現在目的就是 把所有跟PANEL相關 應該除了文字之外的顏色 我都想把它變成 白色 所以 所以 就很無腦的做這些事情 那 就是 看著名字大概會知道是什麼 那 比如說有個BORDER 白色 然後 還有一個BORDER 也把它變成白色 還有一個黑頂 就是它頂端部分 剛才看它是灰灰的 對 把它變成白色 然後 那這時候再 LOW 嗯 就會看到上半部的白色 都消除 下半部好像 也自然是灰灰的 我看下半部是什麼東西 那感覺要找個 什麼FOOTER相關的 好 在這裡 好 來把它是灰灰的 就是白色 好 那其實就是 改FOOTER的變數 變數的顏色 其實 就把 就把 就把那個 就 就會跟那個 UBER的 綠色的樣子 有一點像 那還有一個 今天 最後一個 就是那個 UBER底下的顏色 就是蠻特別的藍色 那 這個時候我就會用一些工具 有種螢幕抓住工具 然後去選擇說 到底是什麼顏色 因為它顏色蠻特別的 就不是那種黑白 那就是 那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些 自己喜歡的工具 好 我記得不到這個顏色 好 沒關係這顏色 如果是先扣起來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顏色 什麼顏色 就是用一些螢幕解剖工具 就可以把這個顏色解剖 那下面的文字 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那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但是我只想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嗯 其實在調整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沒有 不算是很困難 就是理解這些變數 就可以還蠻快的 就可以把那個 自己的網站 然後刻制成 某種樣子 那 如果今天有興趣 那 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 那個提供的template 那我提供的template 就是還 如果你們想要做 其實可能從template上手 我覺得也蠻不錯 好 那我今天的 帶來的 我簡單的就是 分享 workshop到這邊 不然沒有問題 好 請說 我沒有抓程式嗎 那 所以是在網站上直接看到 不好意思 那是現手 哦 好好 嗯 就是剛剛看到你 左邊有一大堆的 不同的打算嗎 對 那些是 你怎麼看得到這些 呃 那不是Uber的程式嗎 是我 我們用一個東西 叫Bushchaper 它提供的程式 那Bushchaper它的特色 就是像你做 你做 很快 但它基本的style 沒有很漂亮 但是它有 但它有提供一個 很方便的 方式 讓你去調整它 預設style 所以其實剛才 我那些變數 其實就只是一個配對嘛 一個名字 加上一個數字 那些數字通常我剛剛調 不是一些顏色跟大小 其實我就把它調一調 調一調之後 就會跟Uber有點像 所以你就可以 clone 就可以複製Uber的皮 對不對 嗯 好 嗯 上台 這樣講的是最希望的問題 所以大家還有 有問題 你直接RUN Face嗎 我是RUN 我是RUN那個JungleLimusas 好 所以你是直接把那個SaaS 的 就是沒有 好 我是跟那個JungleCompressor 對 為什麼你改了 我是跟那個JungleCompressor 整合 所以是那個 頁面Request來的時候 再把那個SaaS compile成CSS 然後 我以前不喜歡這樣 因為這樣會比較慢 但是現在那個NameStars 還蠻快的 所以我就這樣做 那我也覺得這樣那個 StateUp開發玩具 還蠻容易的 就不用再多StateUp 和 CXN相關的開發玩具 就像一次 提門install完 就解釋這樣 所以我最近還蠻喜歡這樣 好 再解釋 好 如果你要把網站上線的話 這樣 就會解釋 恩 因為是就跟那個JungleCompressor 整合 那JungleCompressor 你應該比較熟 第一次我們在上線 都是我在上線 所以 所以 我看我心情 看我心情 我有時候很懶惰 我就直接上面那個 擋牌 反正也還好 就一次而已 欸 它會有多種Cache 對 因為 就用JungleCompressor 反正它拋起來 所以它就第一次 會把它放在Cache裡面 然後第二次 之後都不會 所以你會在 會在 你會在 你會在 會 因為 就超懶 就懶 就看認不認真 但通常我都不太認真 好 因為JungleLiveSaaS 就是Python套件 所以其實還相對容易 因為之前如果 因為之前用SaaS 要裝Ruby 要討論 如果你用Huruku 變成一個環境 要有Ruby 又有Python 就變成兩種東西 或者是你用Less 就要有NPM 又有Python 就會覺得有點煩這樣 然後Huruku 預設的那個SaaS 也沒有辦法Deproi 這樣的東西 要挑這樣 這樣就是我都不用挑 就可以上Ruby 其實這樣會上 不能嗎 需要Compiler 是不是 我再跟你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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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